各位 欢迎来看过我所编的《神经》 《生命纪》第五章22-33节的语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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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欢迎来收集 从上个月开始 我们进入这个爱家的主题 我跟这位看过好几方面 说爱家从仰望神开始 我们也谈到爱家需要拿出信仰的决心来 好像约束编一样 他说 自如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路华 这是信仰的决心 做父母的要在家里面 产生信仰的影响力 一定要拿出决心来 所以爱家需要有决心 我们也谈到了家 其实原来是上帝设立 原来家是个荣耀神的地方 但是人的悖逆堕落 以至于人不但个别的落落 整个家有落落 整个家都败落 从亚当下巴就是这样的开示 所以我们要 爱家我们要明白 我们要重建一个荣耀神的家 重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家的本质 这是很重要 基督一定要认识这样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很爱家 我们要进入我们的家风 我们这个家呢 要出气 我们家又如何如何 固然是很好啊 但是你要知道 追溯到最终期 你要知道是家上帝设立 所以真正要重建我们的家风呢 要回到上帝的直立 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要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家 这样子呢 你要方向对了 那么整个家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前生我们已经谈过的 要重建一个荣耀神的家 那我们上次也提到了 家里面要有上帝的话 上帝认识真道 家里面要有真理 要有内容 家是一个有神的话语 教法的地方 有神的话语实体的地方 在我们上次也谈到的这几方面 刚刚我们所念的圣经 圣经记第五章圣经的 假如作为谈不到的背景的话 很快就作为讲一下 第五章圣经的那边 是摩西亚在追溯往事 因为四十年前 当以色列人刚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就到了西南山下 在那个地方 神在西南山上 向他们显现 整个山上 好像骑虎一样 百姓们在山下 非常的去跑 摩西上山 在神面前拿下了十戒 拿下了上帝的律法 那么传给你 传给以色列人家的信 所以这个是那段的共识 所以摩西回忆追忆那段共识 那么今天我们所 这个月八月中我们的经文呢 《旧独自然生理》里面 取出来的是五章二十九节 五章二十九节 五章二十九节 我们起来花两分钟 把它背下来 我们起来念 你可以念一两次 三次 吃下来 稍微整个点点 都没关系 不难 来试试看 唯一遍他们 我们的良心尽畏 他们遵守我的一切尽力 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 再来 唯一遍他们存在的心尽畏 他们遵守我的一切尽力 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 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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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完之后我们试试看 来 唯一遍他们存在的心尽畏 常遵守我的一切尽力 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 再看一眼 看好了没 试试看 唯一遍他们存在的心尽畏 为我 常遵守我的一切尽力 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 圣试第五章29节 试试看 感动了这个试试 好 再来一次 来 唯一遍他们存在的心尽畏 为我 常遵守我的一切尽力 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 圣语记 障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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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只能回这段圣经呢 因为这段圣经很要紧的是 神对于圣试说的话 说 唯一遍 唯一遍 他们 因为神接着摩西告诉圣经的话 所以是这么说 他们就是百姓的意思 唯一遍他们是百姓的 能够存这样的心尽畏 这样的心来尽畏 常遵守我的一切尽力 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 这段圣语很重要 刚刚提了 要他们存自然的心 要他们存自然的心 在我刚念这个圣经的时候 你发现这是二九的 你看那二十八节怎么说 在前面一几年 二十八节 你们对我说的话 约和华怎么样 都听见 这是你们说的 约和华对我们说 约和华对你们对我们去说 这百姓的话 我听见 想说什么 他们所说的怎么样 都是 那注意啊 上帝对我们去说 这百姓的话 上帝都听见了 而且呢 他们所说的 都是 约和华对我们的翻译 基本上就是说 百姓说的话都对 都说得很好 你看哪个声音 约和声音不同的翻译 都是一样的 这边上帝肯定百姓说的话 这就很不寻常的事情 很不寻常的 你知道 一个神百姓 常常说不对的话 常常乱说话 埋怨啊什么 这个那个 常常被神责备 这个地方 特别上帝说 他们的话 我都听见了 而且呢 他们所说的 都对 都是 都没错 诶 相信 这个不寻常的事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 到底他们说什么 被上帝这么肯定 被上帝这么样的称许 到底他们在说什么 我把这个 这个上帝对他们这个 称许 这么肯定 我把它称为 是一个神圣的觉醒 我发现 这个地方上帝 非常明确的 说百姓说的都对 因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领悟 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觉醒 我把它称之为 是一个神圣的觉醒 是一个神圣的觉醒 什么是神圣的觉醒 根据刚刚所见的 第五章这个事情 什么是 这个神圣的觉醒的内容呢 第一点 因为百姓说 我们看到上帝的荣光 在基台山上 彰显出来的火焰烧山 居然上帝显荣耀 大能 三高免洁 这是 百姓惧怕不得了 因为整个山东震动 有冒烟 有火光 真是 太恐怕 上帝彰显他的大能 大光在那边 不但如此 百姓说 我们居然没死 我们居然还能够活下来 换句话说 他们不但看到上帝的大能 看到上帝的火光 也看到上帝的供应 看到上帝的圣洁 看到上帝是烈火 哎呀 我觉得这个这样的领会 非常非常重要 上帝说他们说的对 这样的领会是对的 今天你知道 许多的基督主 圣报基督主正在那里 对上帝的领会 比较着重点在上帝的慈爱 上帝真好 真有爱心 真怜悯 有恩惠 不用理得而从 上帝的确是很恩戴的 但是你在上帝的恩惠的背后面 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事 也就是上帝的公义 上帝的圣洁 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荣耀 上帝的火 火光 上帝的这个 定人可贵的内面 许多说我们基督徒 生同神的儿女 都忽略了 那一般人都不要讲 今天我们在神面前 为什么我们有说 看到一些基督徒 不能和热 我们看到一些基督徒 到底 到底是信徒还是义信徒 到底什么回事 许多说我发现 他不是不明白上帝的事实案 而是不明白上帝的公义 他知道上帝的烈火的内面 公义 圣洁 大能 可贵的内面 这个地方 森林人 在上帝的 章节大能的时候 融洋的时候 他们震害 他们惧怕 上帝说他们说的对 这样的体是对的 这样的觉醒是对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觉醒 第二个觉醒 第二个觉醒 还有第二个觉醒 他们发现 上帝在火光当中 不然他们显现 他们的存活 而且上帝还在他的荣耀里面 在他的 从天上 试一下话里面 你知道这个荣耀荣光啊 今天有 可能明天就没有 对不对 可能就在他们这几天 上帝出来 以后就赔了 当然这个经验很宝贵 我们不能说 没有就不重要 但是呢 上帝还不然 他没有要的经验 看到上帝的荣耀 荣耀荣光 看到上帝的烈火 上帝还用天上 试一下话里面 很具体的 把神的几率 上帝出来 上帝的十诫 上帝的六方 接着摩西说 搬给他来百姓 百姓领会到的事情 我不再看到上帝的荣耀 看到上帝的荣耀 我们还从神那里 得到上帝的真理 上帝的话语 这不得了啊 这真的不得了啊 这太重要了 太宝贵了 人还能从哪里 得到更重要的事呢 这不是人间的知识 这不是人间的道理 这不是人间的法令 这不是天上来的天理啊 天道 空老夫子在世的话 空老夫子在世的话 招文道 息死可血啊 可语啊 他讲大概就是这个 从天上来的真理 从天上来的话语 上帝的指示 那就太了不起了 太不得了 上帝说 这样的觉醒是对的 这样的觉醒非常的对 而且非常的必要 所以上帝说 你要存这样的心 来敬会 来看天主 我们要知道 上帝这个话 我们要存这样的一个 神圣的觉醒 来到神的面前 到我 看到这样的心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 四代 今天我们这个图 神的面 我们这些时候 忽略了这个神的觉醒 我相信 当我们在接受主的时候 在这个鼓励当中 一定曾经有过这样的觉醒 我要是一个人 没有这样的觉醒过的话 我想他不会来到上帝面前 他也不会束缚在上帝面前 也会认耶稣 也会承认自己这个罪人 不然这都不会 所以我们都曾经有过 这个神圣的觉醒 只是很可惜的 很糟糕的 常常是我们把神圣的觉醒 给抛弃 或者把他带来 我最近 因为我们下回来 就要受尽 好几位 摸到的朋友 我有机会 跟他们一个一个来谈话 听他们的心路历生 上帝怎么带到他们来的 怎么带到这个地理 上帝把他们的心 生命等等 带到像愿意受尽 就是我们归入主的一个地理 我有机会听到他们的故事 他们来到我们教会 一些感受 我心中非常的受感动 一些人生 你知道 这些来到我们教会 这些步道的朋友 其实到我们教会 学生病狂窄 有人就是几个月 打下那个 才是死人 但他们很明确的告诉我什么 后来他们到这里的时候 他们觉得非常特别的感觉 感觉到这个地方 这个教会人人真是很好 家里的气氛真的很好 他很喜欢到这里 拿到这里之后 不到下面 就觉得好像太对 家里反而不够 不好 他这里反而很喜乐 很喜欢到大家的感觉 很喜欢和大家在一起 有人说 在崇拜里面 就真的感觉到 这个地方不一样 就他上了思考 这些时候 接触后 听到的说思考 真的很有种渴透的心 安慰的心 哎呀 听不懂 每天我听到下方的分享的时候 我下方知道 他们不是说给我听 要叫我听得高兴 反而不是 而他们真的是有无障的感受 许多人 我常常从这些孤独的朋友 从刚刚来到这儿 不久的人身上 发现这样的神圣的觉醒 神圣的体会 反而是我们基督徒 反而是我们神 留在这里 银子里面对的军会 常在一起出户的勇会 时空见惯了 好像反而在这里 没有看到上帝的同在 好像没有感觉到这里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反而被很多的事情 占据了我们的心 焚扰焚扰我们的心 哎呀我觉得这是好坎实 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 有多少人感觉到 真正有这个诗歌 太宝困了 因为我们在占领我们荣耀的神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知道 圣灵听我们祷告 哎呀多少时候 我们基督徒在这里 已经是空见惯了 不觉得宝贵 不觉得稀奇奇奇了 圣灵我们说圣灵 你又不同在 圣灵上面听你老婆在你同在的时候 你你你你感觉到吗 你体会的到吗 每当我想的这个是一个 我就想几个小故事 一群群群群群群群 在你祷告 因为干害都要求雨 求谁呢你下雨 就跟一个小女孩子 拉妈妈的手说 你们都在求雨 为什么你们都没带伞啊 到底你们信不信上 你也听不懂一下 到底信的话 你怎么就没带伞啊 我们到底说神啊 你我同在 或是神啊 我相信你当奉主力受 天父弟兄同在 到底我们信不信 天父弟兄同在 到底我们信不信他就在这裡了 我们到底信不信到我们的祷告 祈求 感谢的时候 他就在这里引一当中信心 哎呀 求个帮助 让我们这个神圣的觉醒 而且不单是在教堂里面的神圣的觉醒 让我们这个社会的各个层面都看到 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不是这么求的吗 我们不是在家里面先用一把的内衣 我们不是祷告说神要求你 我说我看不过一路那里 我们不是这么求的吗 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 真的带着这个神圣的觉醒 活在神的面前吗 哎呀 亲爱的女人 我求神打开我们的心眼 打开我们心灵 心灵的窗户 打开我们的心墙 许多说我们真的像一群 祷告求女却不带伞 在神 到底我们真实在求你吗 这个地方上帝肯定 以色列百里说 要他们存这样的心 来敬畏 感谢什么 因为上帝要他们存这样的心 敬畏他 这种上帝的建议 什么是上帝的心 上帝的心意是 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永远得福 上帝的心意 要他们存这样的心 不但就是满足上帝的心意 满足上帝的得到什么愿 上帝的心意 是要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永远得福 上帝的心意 是要来祝福人的 上帝造人的目的 就是要来祝福人 人不要福 不是上帝不要给福 是人自己离开上帝的死 是人自己偏僻上帝的上帝的心意 是人把神得在门外 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人得福 而且世世代代能够永远得福 大家亲爱的朋友 当读神经的话上 你知道神的心意 就是这样的可贵 就叫做宝贵 我们人还在哭 祝福我全家 祝福我这个 祝福我那个 你天父 当我们来读神经的话 你都知道 其实神找住你 神是神的心意 你不用求上帝 你只要给祝福你 问题是我们怎样按照上帝的心意 活在祂面前 问题是我们偏离 不是上帝不要祝福 是我们偏离准道 圣经很明确的告诉你 这些真实的事情 上帝的祝福 刚刚我们讲到上帝称许 那个神圣的那个觉醒 这句话也告诉我们 上帝的应许 是要让我们的家 都成为我们父母之家 这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应许 是要他们和他们 支持永远得福 家是上帝的圣语 家是上帝祝福的一个管道 神祝福哪个人没有祝福 但是上帝设立一个家 要让这个家成为 世世代代蒙福的管道 透过这个家 儿女人都论蒙福 儿孙都论蒙福 祝福能带一带选下去 这是上帝的情报 这是上帝圆埃的情报 上帝的应许是要 让我们的家都成为蒙福之间 我们中国的这个字 我们中国的这个字 好像有意思 我们中国的字 很有意思 我们中国的这个福 这个字 当然我们中国人 说文这个什么 说文这个字 什么之类 但是我常说 我常太想 我们中国这个字 怎么来的 很有意思 有些事情 这个字 这个字 这些事情很奇怪 这个福这个字 一个字 这个福啊 旁边是什么 神 对不对 神啊 那边一边 事那边 是跟神有关系的 跟上帝有关系的 比如说祝福啊 祝福两边都是神边 对不对 祈求 祈祷 都是神边的 所以这个福这个字 一边是神 一边是什么呢 一边是一口甜 对吧 所以我就把它 想说福啊 什么福呢 福就是神赐一口甜 神赐给我们一口甜 刚刚我们看那个 生命记忆5-29 我们说贝罗神是圣经好 家 神赐给我们一个 农福的一个管道 神拜 我们建立一个 和人心的家 文化神的家 那么这个家呢 是好像有田一样 所以 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上帝 祝福这个家里 这个田里面 到底 有什么庄稼 田里有庄稼 或者田里有东西啊 是什么庄稼 这我们刚回到圣经里面 我们刚复备了圣经 说 唯愿他们 存这样的心 敬畏我 就是我们的建立 你会发现啊 这里有两个庄稼 一个什么庄稼 一个庄稼 就讲说 我们要专心的敬畏正神 我们要专心的 我们要专心的 来敬畏神 我们要专心的 来敬畏神 我们要专心的 这个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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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庄稼 就是一个敬畏真神 专心的 专一的敬畏真神 没有任何偶像 专一的敬畏真神 有位 这次要受敬的 妈妈告诉我 是 是 当他从台湾来到美国的时候 他就把家伙的偶像 通通除掉 通通搬走 通通通通赶走 通通除掉 感谢神 是 我们这个家伙 是 单一敬畏真神 单单敬畏真神 第二 还有第一个庄稼 什么庄稼 就是要 这个庄稼 要藏遵守我的一切切 那要说是要恒心的 来遵行主道 恒心的遵守主道 其实这两样庄稼 刚回到那神圣的觉醒 就发现 其实以色列人 以色列百姓 那个时候对上帝所说的话 非常肯定的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讲这两个东西 发现到上帝的尊荣 上帝的独一真神 居然向我们显现 而且我们还活着 上帝怜悯啊 哎呀上帝真神 真是暴怒我们 我们这些人 怎么能面对上帝 居然还能够活呢 上帝的荣光 上帝的烈火 要烧灭我们 这你当把我们烧灭 我们这些罪恶的 我们这些被敌人 怎么都在上帝目前 站得住呢 上帝居然还要联名 我们绕过属火 上帝的怜悯 上帝的荣光 上帝的烈火 还要让我们属火 我们要敬畏 第二点 要发现 上帝就要把天上的真理吃下来 把上帝的话语 把荣耀的这个不变的 永恶的吃给我们 还有什么事 是我们还在那边 犹疑不定的人 就好像那个那个 彼得对这个耶稣说 你永远无神之道 我们还归属神的 所以要 这首说的 第二个方向 要恒心的遵行主堂 不要把主的道当作立法 好像说 哎呦 该不甘心 又不敢不做 正在这种恐惧之下 他人家在那边 不甘心 不情愿 又又又不敢 不敢违背 这种心态 多可怜 上帝不要这样子 上帝不是要我们这样子 来敬拜祂 来伺服祂 要有这个神的觉醒 知道说 这是太宝贵的事情 太好的事情 那天要掉下来 这么好的事情 我还不遵守 我还有什么更好的吗 这是最好的吗 这个觉醒 你有这个觉醒 你整个生活 整个心态 完全不一样 我求徒康处 我们今天很多受计记录 别人看我们群徒 好像我们的守病法一样 所以很多人不敢做群徒 因为做群徒 像我们这样 从未哭了 每次还有聚会 这个又不能做 这个不能做 我干嘛做群徒 像这种感觉 我都不要做群徒 我还能说 我们群徒 给他印象 我们好像很舒服 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这个也别乐趣 这个也别乐趣 这个等等 这都我想实在是错 上帝不是要我們他的每一個 這樣就回來他的命中 這不是上帝的情況 我很求求求着幫助WP 讓別人來到讓我們讓別人看到 我們來敬為神 我們花微細死的 想辦法來 因為我來敬為神 我來求求教徒弄神 這是极當量的榮良 极當量的死活 我讀聖經我告訴現不得了 太好了 不是我不得不讀啊 我抓這個時間來讀啊 信奉主佩 你明白嗎 那樣一種對上天的真正的一種覺醒 真正的一種免會 真正那種渴慕 不要說我們自己沒有 別人也看不到 我沒有 那你說我們這基督徒 這是怎麼做的 神怎麼能從我們身上的榮耀 叫祂信奉 哎呀 親愛的 上帝的旨意 常常是被我們這些人來扭曲 上帝要我們來尊敬祂的話 上帝要我們真實的覺醒 看到神話的寶貴 真實 是以著我們心裡深處的愛護 追求 從心裡的聖主來追醒 發不得這兩樣莊家 在我們的家裡 讓我們的家裡強了真正的榮耀福 是這樣的 聽說你們 如果發現 這些基本上也不是什麼真的道 新的道理 真的 只是你會發現 道理甚至真的很深刻進入到我們的家 進到我們的心 進到我們的生活裡 上帝領取了蒙福之家 上帝賜一個天 上帝的祝福 但這個天裡面有兩樣的莊家 這兩樣莊家 一個就是要專心的敬畏的真相 第二就是要恆心的追求主大 以下我們更多人很快地看到 聖經裡面有一個非常失敗的因子 就是一對失敗的父母 其實你會發現 聖經裡面 不止這一對失敗的父母 這裡面還有很多失敗的父母 有時候你會發現聖經裡面 連成功的父母還不容易找 失敗的活動 成功的活動 有一對失敗的父母 創作人 二十七章那裡 講到這個故事 這個父母親的名字叫 以撒跟利班家 以撒是亞馬拉海的孩子 以撒跟利班家的故事 有些人都是聽受很多 所以不陌生 其實這兩人 在年輕的時候還蠻可愛的 他們年輕的時候 他們年輕的時候 向主的心 特別是他們兩個在 亞馬拉海 在提拉爾找媳婦的時候 整個故事裡面 揣滿羅馬提克 真的 羅馬也蠻有意思的 也看到利班家 很可愛 純真 對神的心 以撒也是 很單純的 很可貴 很寶貴 可是很奇怪 承了家之後 早年沒有孩子 因為利班家不生育 所以沒有孩子 以撒是少神窮 是少神窮 誰能吃給他們孩子 誰能吃給他們 一對雙胞胎 一對雙胞胎 一對雙胞胎就是利嫂和亞特 一對兄弟 那這個生理美女 標題他們這個家 明顯的問題 就從 這兩個孩子出生開始 問題就出現了 最初是這兩個孩子 這對胎兒 這媽媽肚子怎麼樣 就相爭 肚子就吵架 不吵架 打不打架 這孩子媽媽肚子 酒不喝 真麻煩 所以說人是醉醉醺醺 醉醺醺醺醺醺 這媽媽肚子裡面 就已經在那裡相爭了 所以第一個事情 我們看見這個問題 就是出了一個他們家 就是兄弟相爭 家這塊田 剛剛講家這塊田 這個田裡面 就出現了兄弟相爭 這根賭草 我把它叫做賭草 這兄弟相爭呢 從這個媽媽肚子就開始 以至於出生的時候 你一嫂先出來 這個弟弟呢 抓著這個 抓著那個 哥哥的腳 兩個人一起出生 兩個人一起出生 所以 那一嫂呢 全人是毛 所以就叫做一嫂 一嫂就是毛的意思 今天沒有人叫一嫂 他 這名字太太聽了 一嫂全人毛 所以今天沒有人叫一嫂 那這個 兩個呢 可能我們都取掉兩個 對不對 我們當中像基督教的 兩個人 兩個人 兩個人是什麼意思 兩個人就是抓住 意思 雅各抓著根根的巧克力就出來了 所以一個叫有毛 一個叫抓抓 一個叫抓抓住 有時候我們做父母 家裡的教育多一個孩子 三個三個四個 不管男人好 女的也好 有時候我們打擾鬧鬧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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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時候也難免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我也 有時候做父母的 那個 的確 也不會說 那麼樣的 那麼樣的太 太在意 還很鬧鬧鬧鬧 因為我們現在 真的就是 好像相爭 家人相吵 好像彼此過不去 到有知 所以 可能一開始 他們看到孩子 抓了咯咯疼出來 也沒有太在意 這樣全�的名字 但如果有都真的 你們發現 到後來 這個 创世纪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五章二十七章 曾经说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 以少赛比达猎 常在田野 雅各为人安静 常住在藏堂里 二十八章 以少赛比达猎 因为常吃他的野味 利板家的妈妈却爱雅各 曾经没讲过爱雅各 大概雅各在家里 大家会有各种家事 所以问题里面越来越麻烦 越来越严重 这两个孩子以少跟雅各 不但在肚子里面就相争 出来之后也常常相争 两个人个性不一样 两个人的性就不一样 一个喜欢打猎 在外面 四个人在家里 待着藏堂里 个性不一样 后来故事也会挑战到他们两个 要征这个长子的名分 这两个主是地底 他却要征这个 以少各个长子的名分 这个长子有这么气 就为了一碗红豆汤 然后就把这个名分就给了这个地 等等 你会看到在这里的这些施主 有的就有心机 有的没心机 可是呢 也是有问题 因为什么 这些人会 就是为肉体 其所看重的 该看重的 都看重的 人就活在那些很可怕的 一种罪性里面 以至于这个兄弟相争的 这个赌草 在那家里面不断的长大 而这种复古的失败 就是居然让他们的赌草 继续的长大 而且变得加厉 他们做父母的也加厉 父母的偏爱 这刚刚里面 做爸爸喜欢这个长子 以少 为什么喜欢他呢 因为喜欢他做的野位 他去打猎 打猎回来 有东西好兽 好多东西吃 哎呀 真是为了这个领悟 就偏爱这个父母 感觉这个儿子大一边 大概没出席 等等等等 爸爸不喜欢雅各 这个妈妈又反过来 又喜欢雅各 所以父母的偏心 把自然了 孩子的这种相争的这种罪性 更加的扩大 以至于加入在这样的状况里面 加深了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灾物 非常的可怕 甚至到了一天 我不知道你什么事 甚至这样子一直在眼里面 甚至到了尼沙这个爸爸 尼沙年老的时候 眼睛都昏慌了 老大还说 我要我愿意快不行了 你再帮我去打猎 这个给我做的好好吃 我可以来给你祝福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被一个妈妈听见 立法在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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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你儿子喜爱的两个小孩 你爸爸又给老大祝福 你赶快 你赶快 我来帮你这个这个这个 打扮打扮 这个这个你去 我帮你把座里尾位 爸爸想吃的尾位 你带进去 这个妈妈教导这个儿子 怎么去骗他们父亲 让他们父亲 能够来祝福他 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觉得真的是很不合适 很不合适 一手是有毛的 雅各 居然还把那羊皮 披在他的那些手上 脖子上 光滑的地方 进了他父亲的面 骗他的事情 这个爸爸已经年老后花了 眼睛看不清楚 不知道是谁 只觉得好像 这个听声音 声音像是雅各声音 可是摸他 又像是李嫂的声音 眼前又有个眼味 摆在他面前 他分不出来 这个爸爸分不出来 结果就怎么样 被他骗了 结果就祝福了这个 这个堂克 所以之后 李嫂就回来了 爸爸吓了一跳 说 你是谁啊 你不是你家里来过吗 才发现原来都被骗了 这李嫂就说 我们要杀了这个地方 说broker 我们要杀你 妈妈一听到这个儿子 这个老爸把老二个杀了 妈妈又紧张了 趕快把这个老二送到外面去 送到别人 送到旧主家 让他们再避难 让他们这个事情 能平复一下 你看这个故事 有点像是那种 连续去的故事 这个故事 一个家就是什么四分五年 这个儿子 这个爸爸跟妈妈 这个故事 其实圣经里面 家没有多家 但你知道这个家 有四分五年 以少的晚年 以少的晚年 更不要讲 对不对 多可怜 两个儿子各奔东西 这家都没有 李婉嫂后来怎么样 圣经里面没有在这里 非常可怜 今天我在问一下 我会讨论这件事的时候 我给你告诉我 现在我们中国很多这种 独子独女啊 就没有兄弟象征问题 对不对 没有一个 没有象征问题 我说问题要不是解决吗 我真的 我喜欢你 独子独女 就不会象征吗 还会会真 我真的 我想今天告诉我们 象征事 真的是使人的裂根性 是人的主 我们做父母呢 看到孩子在我们家里长大的时候 我们需要对付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把一些赌场 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的家 这个家 要怎么蒙福 怎么样能进位水的水 这个家里面应该是进位水 但是事实上 你看到这个家伙 整个路水 你看不到进位水 都丢脸 正有过气的那样 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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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谢谢 我们团脸 我们需要说 我们需要把一个正知 我们须重 我们呼声 我们到我们变这些的时候 我們要知道做父母 我們要知道 這些都是毒草 這些都是毒草 這些都是後根 這些都要從我們的家裡面除掉 高昂的眼 撒謊的事 流無辜人險的手 塗抹惡劫心 非怕行惡教育 除了謊人的家庭者 與弟兄中不善分正確 這都是上帝說正確的 因為這些事讓家庭破裂 讓人受惑更對待 這些都是毒草 都是禍根 仇恨非家 是破壞的 一個家 像剛剛看到以上 這個家怎麼站得住 這個家怎麼不分裂 非不怕 聖經很明確 一點也沒有因為說 這是亞伯拉安的後代 總是寫得好看一點的 記住一點 好好看 丟臉的事情也要寫出來 聖經就把真實的毒草 人就是這樣子 當人離開神的時候 即使亞伯拉安的後代 聖經一旦 照樣地往待 照樣地往待 一謝千 很可怕 你知道我們要往上爬 和仗盡努力 很不容易 但是你要往下 跨得很 一夜之間 仇恨 把家裡分 並不破敗 很可惜 最後給大家看 神經是真言二十二章四段表記 我們想念 天爺 聖經26 敬äischen 水 全都是 從 快ent 走 夢 喜歡 同 有 廢 不 從 就是讓我們好好的思想 把這樣的話藏在心裡 這些都在講義 在報告裡面 我們今天都幫助了回去 而在反覆思想 生命中的真言 這樣廣闊的提醒 最後說 交兩盤頭 使他這麼當心得到 就是到訪了他 我們的孩子 年輕一代 在今天的美國的社會 要面對的考驗 比我們要更加厲害 今天我們在通訊上已經寫了 那樣動了 今天的四年 過去的二十年 又更走下火 在屬於這個 在整個社會 對上帝的敬畏 對上帝的敬畏 敬虔 都往下火 今天的年輕人 面對這個世代的考驗 比我們要更加厲害 我們做父母 什麼樣子 怎麼樣 摘得到 養養他們 教他們 做不當心得到 我們要有信心 孩子們會有軟弱的事 會有跌倒的事 但是我們一定要有信心 當我們把神話交給他們的事 抓住那些神聖的時刻 神聖的機會 帶來他的神聖的覺醒 讓他們能夠 或許跌倒 或許比如說會走偏 跟他們來 聽著上帝的聲音 把他們就帶回來 到老了 也不可以 所以就給你們一張信心 我們來一起禱告 到終於一起禱告 謝謝